這次我要大概介紹一下就是 我把上次這個範例呢 做了一些優化 然後加上一些效果 這次呢就先demo給大家看 下一次會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另外呢我在我的Patreon上面 我把我的免安裝檔 放在網路上面 各位有需要的可以去下載 就是我把我範例中 所用到的Custom Node全部都裝好了 然後裡面預設的呢 是用GGUF Q4的Checkpoint 那這樣的話各位只要去執行它就可以了 對了在影片開始之前 想提醒一下各位 記得打開頻道的小鈴鐺 選擇所有通知 這樣就不會錯過 就Multimedia的任何影片 也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在這裡先謝謝各位了 等一下會來demo一下就是下一次要講的東西 這邊呢就是 我把IP adapter的一些相關功能呢 用一個群組就是一個group把它group起來 那這樣你要用它的時候你就可以把它給 Active 如果你不用它的話你可以按 就是在上面按滑鼠右鍵選擇 Bipass Group Nodes 這樣這個東西就不會去執行 然後如果你要啟動它的話就是 Set Group Nodes to Always 另外這個部分呢就是 我這邊有加一個Note 就是 我現在把 就是每個input的功能都寫在上面 比如說input1是 Textual Image 紋身圖 input2是 圖身圖 然後它的後面是 Denoise的 設定要多少 Input3是 Inpaint Input4是 Outpaint 這樣子相關的東西都寫在上面 所以我們產生一張圖以後就可以用這些功能來做一些修飾 好那另外呢 各位還有印象吧 我之前的VAE 就是你Inpaint跟Outpaint的話 我們用一個叫 VAE Encode的 Inpaint 現在呢我們改用 Satellite Noise Mask 這種的效果我測起來是比較好 就是 在Mask的附近的不會有一些那一種 界線的感覺 是你不會看到Mask的痕跡 那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隨著 我們後面也會跟各位講這樣子 然後再往後面講了就會講到一個就是 我會講到Face Detailer 這個 它可以讓你的臉變得更漂亮 這是用Face Detailer之前的 這是用Face Detailer之後 比較細緻 比較細緻 然後在這部分呢 我先關掉高畫質修復的部分 那我先來跑一次流程給各位看 就是在這裡的話 我先把它設成Input2 我們先把圖呢 利用IPAdapter產生以後 然後用Image to Image來做一些修改 所以這要設成2 然後在這裡呢 我有說這要設成0.45 所以這是0.45 然後在這裡 我有做一個Condition 就是如果你要做那個局部修圖的話 這個Condition呢 可以讓我們在上面 輸入 你想要輸入的Prompt 這比較方便 然後我這裡有說明 如果你是要用局部修圖的話 那你就把它設成False 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就設成True 這樣 好 那 我就先按下這個QPrompt 這需要一點時間 好 那圖已經產生了 就是這張圖 為什麼是這張圖呢 那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 我把這裡 改成固定的 就是我如果要換圖的話 我直接去增加seed 或者是減少seed 這樣就好了 那這張圖呢 就是我現在要做一些修改 因為我覺得 它這個椅子有問題 所以我要修改這裡 怎麼辦呢 首先 先在這個 IPAdapter 這個group上面 按滑鼠右鍵 我們先把它bypass掉 就是我不執行這一段 然後在這裡呢 我要做局部修圖了 所以我這邊要把它改成 False 然後等一下呢 就會去執行這裡的 Prompt 然後接下來呢 在這個地方呢 改成 局部修圖是3 InPen這樣子 這裡要改成0.85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Face Detail呢 我先把它bypass掉 然後 我把這一個 已經修好臉的呢 按滑鼠右鍵 選擇 選擇 Copy 然後到 這個地方來 按滑鼠右鍵 把它paste上去 就在這裡 然後這個椅子的部分 我要把它修掉 在上面按滑鼠右鍵 選擇 open in mask editor 然後在這裡 把它給弄起來 好 save to note 然後這時候直接去按 你也可以 寫字吧 我記得椅子是叫 Chair是不是 chair這樣子 好然後按這個 Qprompt 我們看一下椅子變成這樣子了 這邊 乖乖的 這裡也乖乖的 所以 我們要回到這裡來 然後 再做一次修改 按下save to note 然後 Qprompt 好就是這樣子 勉強可以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成 寬螢幕 就是利用out pane的把它放大 我們把這張呢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到這裡來 按滑鼠右鍵把它貼上 貼上完以後呢 我們 把它改成 Input 4 這照之前的設定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呢 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餐廳 我把它改成餐廳 然後按下 Qprompt 這邊要設成0.95啦 先取消 然後把它改成0.95 這個值是因為我測過了啦 這個值是因為我測過了啦 這樣效果比較好 好就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這怪怪的話 那你還可以這樣多按幾次 就有點像那個抽卡牌的感覺 抽轉蛋的感覺 好 假設這個是你要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椅子在這裡 怪怪的 我們還是一樣可以去修圖喔 在上面按滑鼠右鍵 選擇 選擇Copy 然後 我們還是一樣把它改成InPen 然後這是0.85 在這裡按滑鼠右鍵 把它貼上 然後到這裡來 把它打開來 這個椅子 把它給 移除吧 比較有怪怪的地方 你都可以這樣做 局部修圖 按下這個 要Save to Node 按這個 可以看一下這裡 就是慢慢的會比較 好看一點 如果你覺得這樣一直修很麻煩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放回 Image to Image來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裡的Image to Image呢 我們現在接到 IPAdapter產生的圖 所以我們可以 就是另外在這邊 做一個切換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拉線 我們 複製一個Loader Image 然後 然後 這裡呢 連到這一個 這是Image to Image的 因為它是 Input 2 如果你下一次還想用那個 IPAdapter呢 你就可以從這裡再把它拉過來就好了 那現在是我們要Image to Image 所以從這裡拉過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產生的這張圖 在這上面按滑鼠右鍵把它複製起來 在這裡按滑鼠右鍵把它貼上 這樣 那Image to Image的話 我們不用局部修圖 所以這個 我剛剛設定的這個切換了 就要把它改成True 這個Switch的部分要把它改成 2 Input 2 這樣 好 那 Denoise的話 0.45 這個0.45就是要看你 你想要跟原來的圖差多少 之前因為我們IPAdapter產生的圖很模糊 所以我們就設成0.45 但是現在我們產生的圖呢 事實上已經蠻清楚了 只是有一些細節我們不滿意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看 產生的圖的效果怎樣 再往 小的地方調 就是讓它不要變化了那麼大 那我們按下Cube Prompt 可以看一下這裡 基本上 都還蠻不錯的 就是手指頭不是很好看 那我們可以調整一下這個 Denoise的大小了 我把它調小一點 調成0.25好了 按Cube Prompt 試試看 跟原來差不多 這個杯子修好了 但是這個 多了一塊 所以其實我應該把這塊整個修好以後 再拿去image 圖image 這樣會比較好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幫我 點贊 訂閱 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 開啟小鈴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